3月25日 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捐赠文物仪式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 该会从近年来台湾同胞多方收集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中 精选30件诵经至明清时期彩塑造像 向国家文物局郑重捐赠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 多年来台湾各界同胞为保护中华文物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做了大量工作 付出了艰辛努力 写下了感人篇章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光彩夺目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底色 共同的骄傲 共同的财富 共同的灵魂 两岸同胞要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坚定反独促统 团结奋进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携手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2014年 台湾佛光山寺开山星云长老 将信众捐赠的一尊国家一级文物 被其释迦牟尼造像佛手无偿捐给国家文物局 并于2016年3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仪式 受到两岸各界广泛关注 新宝法师等台湾嘉宾表示 此次文物捐赠活动体现了台湾佛教界中青年一代 对星云长老等老一辈高僧家国情怀的继承 希望这些文物的落叶归根 能够为海甲两岸带来和平 和谐与和和的契机 希望两岸同胞多互动 多交流 多往来 累积互信与善意 携起手来共同弘扬振兴中华文化 这一次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所捐赠的佛教文物 主要以佛所为主 我想这个捐赠仪式主要是让中华文物可以回归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种文化宗教的交流 能够达到两岸的互动 能够有一个和谐的气氛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种文物交流 也希望说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能够持续不断 这次是有一群热心的人士 从海外收集到从大陆山西辗转流落到外面的文物 这些文物经过鉴定都是真基 而且很有历史意识 还有艺术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透过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 表达愿意把它捐赠回大陆 然后放回它原来的地方 这是一件大事 也希望对两岸的和平交流有一个好的影响 据悉 当天 中央台办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 中国佛教协会有关负责人及台湾嘉宾共250人出席活动 国家文物局 Personally做一个爱的事 在那位前行为辞联合 文化投赛 mediawrence Flag given 科幺 入 自小